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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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了 哎呦 我肚子裡哭 是有把刀在講 哎!好痛啊 那趕緊去醫務是吧 咋!我好多個送你 哎呦 怎麼這麼多人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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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時候 到我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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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機體猶愧是中毒呀 紅葵素 佳佳 還好中午咱們回家吃的 要不也和其他同學一樣中毒了 學校飯堂怎麼這麼出心呢 哎呦 痘痘 我先進去排隊啊 有古怪 李老闆承包飯堂熄別了 從沒出現過這種情況 我得去叫他真相 大家我也去 唐唐 你自己小心 校長 今天的飯菜 和平時都是一樣的操作方式呀 我也不知道 怎麼都食物中毒了呀 你也知道 我平時是最注重食品安全和衛生的呀 啊 你卻也不知道怎麼辦啊 哎呦 小子 這種開心責任的人 絕對不能讓他進行成功學生辦堂啊 嘿嘿 狂老闆 依靠別血靠配人啊 我靠別有兌現責任 11年了 我管理的飯堂 靠別有出現過任何安全問題 成功辦堂掙錢呢 變得漂亮唄 事情越來越出現 現在終於出事了 小子 小子 飯堂以後還是交給我吧 我保駕 肯定比你老闆逼 我開心 你老闆老闆 到哪天再看來吧小妹了 明白 王老闆 你好啊 王老闆 你是不是從很遠的地方逃過來的呀 為了我們學生的食品安全 真是辛苦你了 唉唷 這位小公主真是會說話 我就是專門來看望你們的 出西城區開車過來 開了整整三小時了 嘿嘿 三個小時前 我們學校辦堂還能開始吃午飯呢 所以 王老闆 你是提前就知道我們補飯會弄毒 啊 我 我 我剛好來這邊有事 黃老闆這一路肯定很辛苦吧 我看你的衣服和手都弄髒了 嘿嘿 不知道什麼手撐的 老實交代吧 你就是飯堂中午安的超級 這位同學 無比無鎮的 你別乱說話呀 不乱說話 笑你都說了 大家都是龍會室中午 這是一種不安養土豆方面 存在的一種武術 過點實用 甚至可以自然死亡 啊 死亡 王老闆 你為了得到遭遭學校飯堂的偽拆 竟然不顧這麼多學生的安全 突突把學校飯堂十千里超多 什麼 這位同學有幻想這吧 什麼 趕快給他後頭去吧 唉 我總覺得他的推理有點意思 繼續 我問我在學校吃午飯的同學 今天中午飯堂 並沒有做土豆 但是 嗯 今天的米飯好香啊 好像還有一根主豆粿 我沒猜錯了吧 王老闆就是把八角的土豆做成泥 然後趁主飯阿姨不注意 偷偷放進米飯唄 沒有正據 小屁還別拉瘋吧 你衣服上和手指上的黑色物質 就是最好的正據 這些物質 就是你在做土豆粒的時候 不小心來賺了土豆絲 而土豆絲經過氧化 就會變成黑色 你胡說 是不是一干的 只要檢查下你的衣服和手指上 有沒有土豆成分就知道了 還有 飯堂的電話波 肯定也能驗出你的指紋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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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人故意发现一样 爸爸妈妈的气氛了 妹妹 你们每天都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些垃圾的 是早上 每天早上一出门 车子就已经脏了 明明前一天晚上看还是好好的 那 这栋楼 最近有谁给你们家有矛盾吗 是有一些小矛盾 306的张阿姨和我吗 张姐 您这遛狗啊 还是得牵个绳 要不然咬人了怎么办 我的狗咬不咬人 这我不知道啊 不管现实 彪彪我们走 我妈说过她好几次 张阿姨可生气了 咱们去调查张阿姨 11点10分 妹妹 你留在这里继续观察 我去走访和张阿姨熟悉的人 摸清她的生活规律 嘿 两位阿姨 请问你们每天都是和张阿姨一起打麻将吗 是啊 对啊 明白了 谢谢两位阿姨 恰恰 张阿姨回家后 就再也没出门 我刚刚也调查到 每天下午2点 张阿姨都会去闺蜜家打麻将 一直打到晚上12点才回家 回家的时候 身上是不可能带着垃圾的 第二天早上 她都要睡个懒觉 睡到早上11点才起床下了丢垃圾 所以 张阿姨没有做案时间 还出现你 还有隔壁家的王叔叔 总是把垃圾放在公共走廊不认 我爸说过他几次 这么说来 肯定是王叔叔不爽 想保护我们 那王叔叔多大年纪 有没有工作 王叔叔 20多岁 在大公司上班 每天要加班到很晚才回家的 那也不是王叔叔 因为一个20多岁小伙子 上班还那么辛苦 不可能坚持一个星期早起 先拿起到你们车上 如果真的是她要报复 肯定会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办法 有道理 罪犯很有可能是个老人家 因为人一旦上了严纪 睡眠就会变少 早上醒得早 完全有作案时间 那时候街道上也没什么人 作案非常方便 而且 我在案发现场的泥巴地上 还发现了一些圆形的印记 这些印记 肯定是住拐账留下的 所以 我更加肯定 罪犯是为老人 老人家 还处拐账 那就只有王大爷了 给我讲讲这个王大爷 佳佳 那我们就是王大爷 妹妹妈 买菜啊 你们家电动车 总是这样被人扔垃圾 还真是倒霉啊 是啊 这车子现在每天都冲轰的 我们自己都嫌弃 我们买菜都不想开了 小区里碰到这种没事物质的人 没办法 对了 我顺子今年住校 也需要一台电动车 要不你卖给我吧 我洗一洗 就给它将就着用 这样你也不用为这件事情 再发愁了 这多不好意思呀 你要不嫌弃 就随便给个三百块 让你顺子开走吧 那真是太好了 慢着 王大爷 每天往美美家的电动车上扔垃圾 我看 想低价买走电动车 才是你的最终目的吧 啊 夏夏 你怎么这样说 老儿冒出来的小崽子 可别乱说话 夏夏 果然是王大爷的拐杖 跟你把地上的小圆口 完全对上了 黄大爷 你怎么会 美美妈 别听小孩瞎说 为了给你孙子 买到一辆便利的二手电动车 黄大爷 你可真是用尽了一切办法呀 原来是这样 黄大爷 你这样就太不讲道德了 我要回家见孙子啊 黄大爷 美美妈家电动车 可是新的 现在被你弄得又臭又旧 黄大爷 你的赔款一千 不然我们报警 你不断地赔钱 说不定还得关几天 很荒谬 更糟糕 这人老了 怎么还这么坏 佳佳 真是多亏了你这个小神探 太感谢了 不客气 就算是老人 也不能在我佳佳 侦探眼皮子底下做坏事 佳佳 昨天查把很多同学 爱到学校到零食 都赶到了 只要是让其他同事和校长知道了 我的优秀教师评约 肯定就会失败 一定要在死态扩大之前 找出这个小偷 不是接受于查案 已经很有名气 所以我会退 案件的调查 没问题 这是同学们的报案机 OK 谢老师 保证完成任务 上课了 到底是谁呢 韩美美 昨天早上被盗汉堡一颗 王肚肚 报案昨天中午被盗瓜子一包 贾堂堂 昨天午休被盗着蜗条一包 王肚 昨天下午被盗着娃哈哈一瓶 李飞飞 唯一没有报案记录的同学 下课了 让你出去 你们想干嘛 就你偷的 还不成呢 要不然 为什么全班就你买丢东西 对 赶紧教出我们被盗的小吃 你们我的娃哈哈 你们别血口喷人 放了他 你们搞错了 李飞飞不是对方 因为李飞飞从来不会带好吃的到学校 没带 当然就不会丢失了 而且 她平时吃零食 都靠明抢 小偷小摸 不是她的做方 确实是这么回事 难得我们出归飞飞了 我可是光明磊落的强盗 不屑做一个鬼鬼祟祟的小偷 这次的道德很狡猾 他混在了报案人里 要不 大家都说说 自己的小吃 是怎么发现丢失的吧 我先说 昨天早上 我收起同学们的周园后 给交去老师办公室 回到教室 汉堡就不见了 你怎么证明 自己确实带了汉堡 你看 这是我帮忙汉堡的小票 嗯 小票上显示 确实是昨天早上购买的 到我说了 我昨天中午在班堂吃个午饭后 回到教室 想看着午休前 可起了瓜子剪剪肠 结果却发现 你整个瓜子都被盗走了 每每可以证明我带了瓜子 因为昨天早上 我们一起上学的时候 我还拿着瓜子 和他说一起磕呢 对 我这面豆豆带了瓜子 还是好大一包嘛 我的情况是 昨天午休睡醒后 想吃巴拉条精神一下 一模仇劲 我的辣条没有了 辣条是妈妈给我的 她可以证明我带的辣条 我的娃哈哈 是在学校小卖部买的 小卖部阿姨可以为我作证 昨天下午 我送了个厕所回来 她就不见了 饭堂该开始吃午饭了 我们还是先吃饭去吧 听说的是什么这么热闹了 孙老师好 孙老师好 妈妈 豌豆 我正到处找你了 早天中午 我已说没有胃口吃午饭 今天中午 跟妈妈一起去教室饭堂吃吧 教室饭堂 真像不豌豆啊 对啊 妈妈叫到这时候学校当老师 这样就能跟着妈妈吃美味的 教室饭菜了 要是我也有个 在咱们学校当老师的妈妈就好了 妈妈 可能是天气太热了 我还是吃不下 教室饭堂有粥吗 有 快走吧 慢着 小吃被盗案 真相大般 偷吃了大家这五的好吃的 你当然没胃口吃饭了 饭人就是豌豆 什么饭啊 豌豆 昨天一趁着美美去办公室送作业 偷走了美美的汉堡 趁着大家中午去班堂吃午饭 偷走了豆豆的瓜子 趁着堂堂睡着了 偷走了堂堂的辣条 你胡说 不是我 我自己还被盗走了一瓶哇哈哈了 偷到的小吃 也不知道放哪里才安心 于是只能全部吃掉 可是汉堡瓜子辣条 都是干巴巴的 所以你口渴的不行 才去小卖部买了哇哈哈 再自己喝掉 然后对我们谎称 自己的东西也被掏走了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啊 佳佳同学 你可别污染我们家豌豆啊 豌豆妈是不是也在竞选优秀教师 对啊 豌豆这么做的动机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班主任谢老师 因为管理疏忽 失去竞选资格 好让自己的妈妈胜出 哇 哎呀豌豆 你糊涂啊 妈妈的竞选 会靠自己努力胜出 你怎么能靠自己 脚动作帮妈妈呢 对不起妈妈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 是谢老师 走 跟我去找谢老师 陪你招牵去 妈妈 圣投目的 都不能成为犯罪的理由 就是完美破案的一天 谢老师 美美 你来得正好 你立刻去教室通知豆豆 马上赶到学校 舞蹈厅厚场 四个网络比赛要开始了 好大老师 豆豆 你的脸怎么了 豆豆 什么呀 天哪 好可怕呀 豆豆 你被谁换成了大壶脸 怎么会这样 这就怎么办 希望跟韩豆腐参加四个老公比赛 这个脸 他再来不及了 妹妹 王豆豆参加不了 谢老师肯定叫韩妹妹顶上了 韩妹妹不五岁已经很奇怪了 现在还因为豆豆参加不了豆豆比赛资格 韩妹妹 肯定是有话把我豆豆的脸 可怕了 你还趁害同学 我说我就生不早 才决定下去走走的 进入正场当了谢老师 他就叫我上来报信 妹妹 你是在哪里遇到谢老师的 在图书的 出镜 图书馆距离教室最少有1000米 这个距离 妹妹根本就不可能是凶手 因为她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妹妹肯定是吃完饭没回教室 就直接去了图书馆附近 就是这样 我真的是大好没有母秀 大好遇上谢老师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赶紧点上叉加暖松比赛 我想干嘛 为了这次暖松比赛 我们准备了好久了 豆豆的脸 是不是很难洗掉的彩色画笔图的 午休时间那么短 瘦头肯定是我们班的 而且来不及丢掉画笔 谁这么坏 现在请大家自我收查 查就查 什么看呀 超厅里面干干净净的 我这里只有铅笔 我这里只有花卡 我看 大家快看 这是什么 豌豆 竟然是你 豌豆 怎么干坏事的又是你 豌豆你太坏了 这真的不是我呀 确实不是豌豆 豌豆的画笔是蓝色和绿色 而豆豆的脸上是红色和虚色 颜色不对 上体育课了 敲敲击击 你和大黄连没有上体育课 用脸都大招了 把脸出去 小鸭 走 我叫你上不上来 啊 啊 疼 我都应该出路 老师 我脚疼 不跑了 龙才跑一拳就脚疼 不会是扭到脚了吧 你脱下鞋子 老师帮你检查一下 不要不要 我休息一下就好 我知道真像了 莫小鸭 就是你给豆豆画的脸吧 小鸭 佳佳 你比较我好了 嗯 洛小鸭 你趁着午休的时间 用两种颜色的彩花笔 将豆豆的脸化成了大花脸 你刚才说扫 是因为手指在做暗的时候 不小心染了颜色 好不容易才插掉 都插红肿了 所以才会疼的 还不是 我是早上摔跤摔疼的 那你敢不敢脱下你的鞋子 让我们看看 拼 拼什么让我脱鞋 哼 我没猜错的话 作案工具 就是拿两只彩花笔 此刻就藏在你的鞋子里 你平时至少能跑四圈 这边跑一圈就还脚疼 那就是说明 你鞋子里的彩花笔割脚 拖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小鸭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些男生都说也比我长得好看 我就想让你在两种比赛上丢脸 看谁还说也比我好看 小鸭 世界上比一好看的人那么多 难道也能全部都上去画一遍吗 我 妒忌使人放狂 莫小鸭 你还是赶紧去找谢老师坦白 乖乖接受通报批评 有一万只检讨吧 杰杰 出人命啊 出人命 狗狗被绑架了 先别慌 先说说 你们是怎么发现狗狗被绑架的 我和豆豆 还有狗狗刚刚在捉迷藏 这一门是豆豆和狗狗场 我来找 找吧你的大道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走 一起到狗狗去 结果我们找遍了整个小区都被发现狗狗 我们只找到他的一只鞋 回来狗狗嘛 他也没回家 走 去一门捉迷藏的地方看看 这里是整个小区最偏僻的地方 这壁物非常多 确实是捉迷藏的好地方 但是 我们分头在这一片仔细找找 看能不能发现什么 我发现了狗狗的帽子 黑狗狗的太阳眼镜 嗯 没错 就是狗狗的 捉迷藏他还戴着的 我还算他耍裤呢 给我看看 帽子和眼镜都没有损坏的痕迹 唐唐 你刚刚发现帽子和眼镜的时候 它们是怎么放的呢 我想想 帽子整整齐齐放草虫 眼镜就放在帽子上 也放得很整齐 狗狗的鞋子 你们是在哪个位置发现的 就在前面那块泥巴蒂 走 去看看 她们 你把狗狗的鞋放回原位 嗯 佼佼在干嘛呢 我也不懂 狗狗没有被绑架 没有被绑架 那为什么人不见了 还丢了一只鞋呢 对啊 一个大活人 总不能凭空消失吧 你们看 前面少了什么 我想起来了 少了物业公司的工程车 没错 物业公司的工程车 每天都雷达不动的停在那里 但现在却消失了 可是 这和狗狗是终有什么关系 狗狗自己会告诉我们的 什么也没有啊 等等 你现在马上打电话给物业 确认工程车上是不是有一个小孩 快 否则高温中暑 好的 佳佳 谢谢也救了我 对了 你是怎么知道我上了物业工程车的呢 佳佳 你又是怎么知道狗狗没有被绑架的呢 佳佳 你快告诉我们吧 这一次 请聪明的粉丝给大家推理吧 现说 我都在上面告诉你们啦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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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